哈喽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万一有一天 我是万一 美好的一天 从你的第一个微笑开始 大家都知道 这段时间呢 由于疫情原因 我也一直就是在石林 或者是在石林的周边 也显得我的这个旅行生活 似乎有点平淡 但是 生活嘛 毕竟就是这样 不一定每天都是很精彩 很忙碌 很有意思 我觉得 兴兴淡淡 简简单单 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像现在啊 每天都要来陪妈妈到市场 买买菜啊 在家做点事啊 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我估计来 大概是在这个月的月底吧 还是要出去了 因为小伙伴们呢 差不多我们也会在月底 下个月月初 我们会在 一起往西藏方向走 这里呢 这里呢 这是我们石林很有名的一些米线的店 啊 这一条街过来都是的 都是在这个市场里的 到了云南来来还没有给大家看看啊 云南的米线 嗯 嗯 不费一家吧 一会儿我们进去 请尝一下 两碗 两碗米线 要吃肉片牛杂 红烧还是什么的 嗯 肉片 就是这个牛肉切的 嗯 两碗 嗯 云南的米线有很多种啊 什么过桥米线 过手米线 灌灌米线 炒米线 竹米线啊 今天我们吃的这个就是牛肉米线 汤米线啊 看一下 上了很快啊 现在来了 啊 这一份 这么多牛肉 这么大一碗 呵呵 好像是卖的是12块钱一碗是吧 哇 看这份量 而且是味道还很不错 这种 这种 这种汤米线呢 在云南石林呢 是特别多的 嗯 他们这一家呢 也算是生意比较好 看 这店里边人挺多的 虽然是在一个菜市场里边啊 呵呵 但是声音还是很好的 啊 还有前段时间啊 很多朋友在讲 我们在石林吃饭的时候呢 大家看到的都是这样的矮的桌子 嗯 嗯 他们很多餐厅里边 饭店里边 吃饭啊 都是这样的高度 呵呵 有朋友开玩笑 就讲 他可能是不想让客人吃的太饱 呵呵 你看这样坐着 呵呵 呵呵 好了 你先上来了 我们先吃饭 嗯 再加一点调料 来点辣椒 花椒面 少了点味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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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配有汤 这个汤里边都是有这个薄荷叶的 所以它喝起来是有清香的味道 包括这个米线里面也是 它也加有薄荷叶 然后是用那个流谷淘的这个汤 泡在这个里边 所以味道特别好 这一大早吃一碗米线浑身都暖和 冒汗了 这么大一锅汤 你们这汤都是天天这样反复熬着的 这个汤就是一直这样熬着的 这么大一锅汤 其实这个在云南的叫法很多叫米线 有些地方很多地方也是叫米粉 其实都是一回事 都挺好吃 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 这会儿我们去买菜 买完菜就回家 刚刚在我们的顺库那边是菜市场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些当地的卖服装 很有特色的一条街了 也是在龙猫市场的里边 大家可以看看 这是少数民族的服装 你进来看一下 很有民族的这种风格 我看怎么款式 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细看 细看 每件服饰的这些绣的花不一样 主体色调是一样 这种应该就是属于遗族 遗族朋友的服饰了 可以啊 挺好看 我看看 参观一下 哈哈哈 可疑是北地是外地人啊 我们是外地人啊 嗯 男的是这个 哦 这是男 男款的啊 男的 男款就超越这个 你不用不注意啊 你买一个 你这是女士的 没有男士的 嗯 这个是手工缝制的吗 老板 哦 手工缝制的 这边也有带色彩的 不同款式的 其实少数民族的服装哈 是挺好看的 很特别的哈 这种民族风情 哈哈哈 好了 谢谢老板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不用了 谢谢啊 哈哈哈哈 对对对 记录生活 哈哈哈 记录生活 色彩机 可以了吗 嗯 手机要合有 好点 小巧 哈哈哈 好了 再见啊 谢谢 哈哈哈 当地人都很热情啊 邀请我 在这坐一会 哈哈哈 这一家也是哦 但是这个是干什么的呢 哈哈哈 哎老板 请问一下 这种是干什么的 这个是背小孩的 哦 背小孩的是吧 哦 哈哈哈 哎 很特别啊 这些也是手工做吗 哦 厉害厉害 挺好看 哈哈哈哈 都是自己做 啊 这个好看 谢谢啊 哈哈哈哈 哦 这边也有 你看 这家店哦 还有小朋友的 哦 还有包 你看 这么多小朋友的 哦 嗯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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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属于戴着头上的头饰 装饰用 在石林的县城里边呢 其实是很少很少会看到 有穿这种少数民族服装的 一般呢他们的节假日肯定是会穿 还有呢在乡下的话呢 穿这种民族服饰的会更多 阿彪盯着他的羊来盯了好久了 渴望的眼神还没有凉 还要再稍微等一下下 阿彪 守住了 稍微等一下 好了好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来这里来啊 看自己知道先坐下 目不转睛 这是给他搞的那个仙羊来 阿彪好好享受 听我一声吟笑啊 好吧 哈哈哈哈 嘿嘿嘿